哈喽,大家好啊,我是那个面具男 先,呃,怎么说呢 第一次给大家录这个视频啊,还稍微有点紧张 然后,先说说为什么录视频吧 主要就是,呃,身为一个刀游,对吧 玩这么长时间了 自己玩也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啊 还是就是喜欢把自己就是玩的一些感受跟感想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时也是深受咱的这个,呃,小霸王拍的这个视频 小霸王系列还有那个,呃,九千大神,对吧 嗯,加上就是很多刀商拍的这个视频啊 觉得还挺有意思,但是吧,我是一个纯玩家啊 对,纯玩家啊 这是与他们有区别的地方啊 嗯,首先,由第一个视频啊 所以说就是,我也不会就是拿着一些,呃,我觉得我比较就是,呃,难讲的一些刀来说吧啊 就拿最简单的来说,首先,就试验一下啊 然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一款折刀,呃,一款折刀,是可以看看 那个,F756,应该是这一个,这一个啊,关注,关注的一款折刀 嗯,这个吧,我已经买,已经就是在我手里边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啊 感受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嗯,价格吧,也不算贵 价格也不算贵啊,嗯,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它的里面应该是有一个袋子,并且还有一个,关注的一个那种,类似于那种刀带吧 我给大家找一下 这种的,啊,这是一个袋子,不过里面已经让,让我装,用出来装别的刀了啊 这是个一般,我是不用的 好,先不管它,先说说关注啊 包装,应该是之前换过,换过一批包装 嗯,还可以吧 就这个价位来说,一百块钱,没啥好追求的,这东西,对吧 包装就这样 好,我们来看看这把刀啊 这把刀,型号叫F756 嗯,这个饼呢,是,应该是碳纤维贴片,即时的,应该是啊 即时的贴的碳纤维贴纸,这是有点坑的啊 这个是,螺丝是烤蓝的,然后还不错,钢制的背夹也还行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啊,轴锁着的,这是一把轴锁 嗯,大家可以看到,这把刀已经被我用的就是,伤痕累累了啊 用的很,伤痕累累,并且磨过很多次了,已经自己被,这把刀的刀头是一个反剔型的设计啊 反剔刀头,这样的话,依时就注意这个穿刺 第二把是在这个不损失的这个切割性的情况下,还不错 刀刃大概是3毫米的厚度,刀刃大概3毫米的厚度 刀的长度应该是在,展开长度啊 展开长度在21公分左右啊,在21公分左右 闭合长度的话,应该在,闭合长度在22公分啊,也不小了这个尺寸 嗯,大家就是有玩过蝴蝶的,可能就是能知道啊 这一款跟那个蝴蝶的那个奥斯本设计的940很像 嗯,但是吧,也有改动的地方,也有改动的地方,也不能说完全是像 好,咱不说蝴蝶,先说这把关注啊 首先100块钱的价位来说是,感觉是比较值的,可以值得玩的 这把质量挺好的啊,反正我自己用 自己用,就是真实就是把它当刀,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刀尖已经被我用没了 前几天捅了一个耳机,刀尖已经没了 刀刃也是被重新磨过的啊,手磨重新磨过的 嗯,这把刀要说的话啊,要说的话啊 我以为之前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模板,设置了一个模板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为大家做的视频啊,我是这样想的 刚开始吧,对,刚开始吧,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是分段测试一把刀的 嗯,这只是一个出稿吧,还没定,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先把玩 第一步应该是先把玩,看这个,这把刀子做工用料怎么样 然后,咱先来看看它的把玩性啊 可把玩性,轴锁 轴锁的可玩性,我感觉是比一梯锁要高很多的啊 这把来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很顺畅 但是,经过我这个调试 经过我调试之后,应该是还不错 应该是还不错,螺丝锅已经重新上焦 就是打开之后,全部都调试过了 然后,发现,嗯,还不错这把刀 就收到的时候,因为这个,它的弹簧力道 它这个的弹簧力道是要比蝴蝶的要强很多的 嗯,就是在打开的时候会比较有力 然后,收回的时候可能收不太顺 但我都是单指啊,没有双指 双指的话可能会更顺一点啊 双指会更顺啊 一般单指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嗯,紧感觉 这把刀,嗯,别的话,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轴锁最大的好处就是做游手都可以兼容 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做工 做工一百块钱的刀,其实,真做工就难用了啊 刀身的应该是实习的 但是被我用简单的抛了一下啊 就是加上日用的痕迹 并且,它的这个,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刀刃上这个,水磨的痕迹是比较平显的啊 包括刀背我都重新打磨过了 还有这些刀柄的这一圈,这个钢衬,全部都被我打磨过 还有里面的一个,它这个滑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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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动的这个部位啊,滑动这个部位 也被我重新,就是用砂纸给抛光了一下 啊,做工就这样啊,哎,只能,只能这样说,做工还过得去啊 再对相对这个价位来说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用料 用料的话,刀刃材料 能看清楚啊 好,440C 440C啊,刀刃440C 刀柄的话,里面是有钢衬 钢衬做了减重啊,应该能看到 钢衬是有减重的这个 整刀的话应该是不是很重 因为我没有称啊,我只能有凭手感啊 整把刀的话 重视一点都不重 重视一点都不重 这常EDC还是比较不错的 EDC是比较不错的 嗯,唯一坑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刀柄啊 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我以为是弹纤维的 但是经过我拆开 就是研究它这个刀柄发现啊,这并不是弹纤维 这是一个计时 应该是贴了这个 碳纤维的这个 贴片 这是比较坑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玩具的手感 手感方面啊 这个没法说明 这个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还行 包括背部有这个防滑齿啊 设计的还可以 整个握,握持感啊 还是,左右手都是比较不错的 握持感都是不错的 正手反手 嗯 好,还不错的吧 握持感 嗯,人体工程学设计呢 也还行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有 有参考这个蝴蝶940的地方 所以说工程学设计应该是没得说的啊 奥斯本设计都是经典的啊 嗯 开盒方面 开盒方面新刀的话可能会有点色 但是 在经过肘索嘛 都很好调试的 稍微调试一下 就是开盒会非常顺 因为是电片的啊 它的这个关注的这个电片 现在我这一款用一个是一个铜 一个科夫龙垫片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搭配 应该是更加顺滑吧 为了也是 反正是都是经过要经过调试 经过调试之后都会非常适 这个没法 没法做也是 嗯 别的这把也是没什么说了 因为我觉得定位啊 我给这把刀的定位是一把比较实用的刀 啊 定位是把实用的刀 并不是说适合那种 把玩当然也可以啊 把玩当然也可以 我觉得这是把偏实用性 偏实用性的 包括它的刀刃设计啊 刀刃设计 一个是反踢加这个 这个反踢头的这个这个 它这个研磨 应该是比较偏实用方面的啊 刀头也是比较强壮的 嗯 嗯 还行吧 这把刀总体感觉 就是一百块钱 啊 一百来一百块钱 不不超过一百块钱 还可以 嗯 这是给大家比较推荐的一把吧 啊 在关注里面比较推荐的一把 主要是就是因为它的刀型 应该跟那个蝴蝶的940是非常像的啊 就是如果有入不及940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一块 好 嗯 大家第一期咱先到这儿啊 我试一下效果 然后 大家也看一下 希望多给评论 多给评论 然后我会继续改进 好 结束了